您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红色铃小小主播,我是赖雨珍 由淡水国小美术班与淡水富村艺术家阿中哥合作 在毕业前续一起用底片相机拍摄许多毕业前的回忆 并且和阿中哥进到暗房中体验起照片 最后将每一位学生拍摄到喜初来的照片送给他们 当作这次的毕业礼物 一张张黑白照片并不是学生带家中的老照片来学校 这些可都是出自于淡水国小即将毕业的美术班学生之首 由淡水国小美术班与淡水富村艺术家阿中哥合作 在毕业前续一起用底片相机拍摄许多毕业前的回忆 并且跟着阿中哥进到暗房当中体验洗照片 最后将每一位学生所拍到洗出来的照片送给他们 当作这一次的毕业礼物 底片然后放大几把底片放大然后灯光照下来 就是他之后再显影然后 我感觉很有趣 没想到拍出来的效果蛮好的 效果蛮好了很满意吗 满意 感觉怎么样 你拍出来起初来照片 本来感觉应该很新 现在拍出来变很复古的那种 照片的最终呈现应该是在相纸上面 那现在因为数位化基本上大家都在荧幕上面 就只要到荧幕上面而已 大家已经忘了那个在纸张上面的影像的那一个价值了 那这个照片呢这张照片将永远跟随他们 那这个照片呢将来岁月会在这个照片上面留下痕迹 数位是不会有的 只有在那个纸张的这个照片上面 我们会看到那个渐渐的褪色花黄 学生说第一次使用底片相机非常有趣而且新鲜 因为每一张照片都是独特且唯一 洗照片的过程更让他们印象深刻 也会非常期待照片出来的样子 而校长表示透过这一次的体验 也让孩子学习到艺术创作 有非常广的层面更感谢艺术家的合作 那也很感谢我们淡水艺术家阿中哥 愿意陪伴我们小孩子去做这样的尝试 然后这样的一个鼓励 让他们有多一个机会去做这样的一个学习 而且那个拍出来的照片绝对是他们记忆最深刻的一部分 谢谢 用光来做创作 因为我们现在的数位实在是太发达了 可是孩子其实不懂得这个光对于整个的成像 还有这个光的魅力 这个在暗房里面的操作这些流程 都是一个创作者很需要去体会了解的部分 那再来透过孩子之间他们的互拍 在这个毕业前这一两个礼拜他们实地的到户外去拍 去暗房里面冲洗 那我想对他们而言绝对是一个童年很深刻的记忆 阿中哥表示在这个数位化的世代 许多人都用习惯了数位相机 也习惯了在电脑与手机荧幕当中看照片 但其实照片的本质就是拿在手上的那一张纸 因此让孩子使用底片相机洗出黑白照片 更让他们知道创作的精神与过程 也希望透过这样子的活动 送给他们一人一张自己所拍摄的 六年级回忆照片与独一无二的情感 记者许多安逸 大学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